渡州区陆江国小推动双语课程的成绩是有目共睹 除了校内拥有情境教室 学校也善加利用外师资源 规划了双语课程 不只是学生受惠 连一同教学的老师 其实也很有收获 身处在校内的英语情境教室 耳朵听到的是标准的英语发音 陆江国小利用外师的资源 规划了一系列的双语课程 获得相当好的效果 我们这个外语的学习 它不是英语课 我们是在综合活动里面 那也应用到用平板 就是响应我们教育部 深深有平板的这样的一个 资讯的工具来增加 这个学生学习的兴趣 提升学习的效果 我想是对学生来讲 是蛮好的一个经验 外籍老师的特殊身份 不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连一同备课教学的老师 也能学到许多专业 或是尖深的用语 师生双方都有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很大的不同是 他们毕竟是母语的使用者 所以其实有一些专业的用语 我们可能不知道 例如说桌子的边边是什么 我们可能不确定 或者是说我们在用iPad的时候 我们要说回到什么样的画面 一些比较专业的用词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精准 所以就是借由我们交流的过程 我们发现说 教学乡长 然后我们会从外师 它的一个最道地的母语 然后中师也可以一起去学习 由于学校选择了综合领域 来规划双语的课程 因此无论是中师还是外师 在课前都要花费许多时间心力准备 然后依照学生的反馈 随时进行调整 记者沈仲林锦鱼 如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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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